注意,你已经在我空域,你等我非常安全,立即和转脱离 有种不不不 或是岛内军迷在4月10日录制下的解放军飞行员霸气回应台军机广播驱离影像资料 由于信号接收问题,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和专家误听成是 有种开火,不然挨揍 不得不说,台湾的某些专家不仅脑袋不灵光,连听力也有问题 经过我国军事专家的验证,这位飞行员回应的内容其实是 有种开火控雷达照我,这两句话的内容好像差不多 但其实表达的态度和意义却是天差地别 如果用台湾专家听到的那句话回应,乍一听好像很霸气 但其实表达过于粗俗和直白,而且中国军人那都是一诺千金的 要是别人不开火,难道我们真的就要主动发起攻击了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台湾某些专家对于中国解放军有很深的误解 中国解放军有着满腔热血,在台湾某些专家眼中 可能会将他们看成是只会耍大福的理亏 但其实他们是既挥得动杖八舌毛,又捏得起绣花针的张飞 政治素养和自我克制力,那都堪称全球军人的楷模 那么解放军飞行员这句话里的火控雷达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军机上都搭载着两种雷达 一种是红外探测雷达,它是被动探测目标的雷达 而另一种就是火控雷达,它是主动瞄准目标的雷达 被火控雷达锁定时,军机将会收到特定的雷达波数 从而触发报警 那么开了火控雷达意味着什么呢 这么说吧 在空中作战的时候,军机装载的导弹发射以后 为了提高射击精度需要制导 导弹自带的红外导引头,有效距离一般只有几公里到十几公里 而火控雷达却可以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而且火控雷达可以提供比红外导引更高的精准度 所以很多中巨弹和远巨弹大多都依靠火控雷达制导 如果敌人的火控雷达瞄准了你 就说明对方随时准备将你的军机击毁 所以我国飞行员的这句话 那就相当于有种拿枪指着我的脑袋 而台湾专家误听到的有种开火不然挨揍 就相当于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不然我就要开枪打死你了 这两句话的态度可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历来都在保持中立国身份 从来不主动惹事 为世界展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靠谱形象 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 我国是不希望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海问题的 可是台湾某些政客却开始勾结外人 吃里怕外 看得大陆人义愤填硬 哪怕是我们这些普通民众都觉得气不打一出来 更别说本来就兴如烈火 极恶如仇的解放军军人了 对此他们早就别了一肚子火了 但即使如此 军人也必须坚决服从命令 以国家战略和地区稳定为重 所以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下 我们的飞行员才在最近面对台军机的驱赶时 喊出了有种开火控雷达照我这句话 但是这位解放军战士很聪明 没有在后面加一句 不然我就打你了 意思就是你不拿枪指着我 我也拿你没办法 我就是过过绝影 只要不加这句话就不算宣战 那么距离台方的底线就还很远 让台军很难受 却不敢表现出攻击欲望 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省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图 我们的军机在台海范围内飞行 完全符合国内法 符合国际法 也符合国际惯例 另一方面 从军事实力上来看 军机执行任务都是要配备辽机 甚至辽机组的 所谓的辽机就是双机编队飞行中 跟随掌机执行任务的战机 需要随时观察空中情况 执行掌机的命令 保护掌机的安全 台军机要是敢对我们的这位飞行员动手 那附近的辽机恐怕会抢先一步把他干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解放军这句话的意思就很简单了 我在自己家里散散步 你不服 不服憋着 反正你也打不过我 尽管解放军的回应已经如此客气了 但还是展现出了一个与多数时候不一样的霸道素性 让大家感到非常惊讶 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命令 按计划于4月8号到10号 在台海地区开展环台岛战备警询和联合力舰演习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失忆陆军大校就表示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的严重警告 所以联系咱们东部战区对台湾岛内政客的态度 就可以看出这位飞行员的霸气发言 在尺度的把握上可谓是恰到好处 不说一句不然揍你 那就完全变位了 古人说包兴仁耻是男儿 河里的忍让和克制 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但是也要封场合 要是有外国势力敢来挑衅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那我们高低要让他们见识一下 从老一辈解放军身上传承下来的血性 让你看看我几分像从前 2020年5月下旬的一天 我国空军航空兵某旅 刚刚进驻到沿海的一个机场 就突然收到命令 发现有外国军机靠近我国领通侦查 接到命令的卢根作为带队队长 率领辽机组升空迎敌 在捕捉到外国军机以后 卢根迅速靠近 并通过中英双语两次喊话 表明你的国籍身份和飞行目的 立即退出等词坚决而霸气 没有一点回旋的空间 谁知面对我方的强硬态度 外国军机反而继续靠近空军内控线 此时 卢根也不再克制 他一方面命令辽机进行拍摄取证 一方面自己驾驶掌机进一步靠近敌机 并开启火控雷达 做出攻击动作 这一次敌机总算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掉头就跑 后来有媒体对卢根进行了采访 他的发言也是令人感受到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中国解放军的警告 比起说话嗲嗲的台湾枪可要霸气和强硬多了 也难怪咱们大陆的很多网民 经常喜欢模仿台湾人说话 不过这种语调虽然有趣 但却没有普通话严肃 更适合正式场合 结果台湾知名节目的嘉宾却以为 是大陆的老百姓很崇拜台湾枪 觉得台湾枪讲话很温柔 所以才掀起了全民学台湾枪的热潮 甚至还有一人在电视上即兴表演 模仿出了大陆人说台湾枪时 羡慕和崇拜的表情 引得嘉宾和主持人哄膛大笑 整个舞台上一时间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只不过和台湾媒体与艺人相比 台湾的政客似乎并没有那么自信 台湾军方也显得底气不足 4月12日 台湾退役海军中将蓝盈利发表文章 以内行人的眼光和角度对本次解放军还台军演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仅仅是解放军多军兵种联合行动的顺利程度 就值得台当体警惕 面对解放军三天内出动232架次军机和32艘兵舰 台军近年来采购的导弹火箭和避雷等武器 几乎都派不上用场 可以说双方的军事实力差了好几个档次 台军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更是表示 现在的台湾只会吹牛不干时事 而解放军仅仅是采用围而不打的战略 就足以让台湾在几天内弹尽粮绝 甚至有独派人士表示 应该将马英九先生拉出来作对 可谓是耗子扛枪窝里斗 我劝这些台独分子好自为之 好好反思 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小聪明 中国和台湾的发展进步要以何为贵 要讲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要搞窝里斗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歌 我们下次见